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次真是麻煩了 因為根據日本媒體《產經新聞》和《獨賣新聞》的報導 日本方面打算暫停香港和澳門免簽證入境的安排 這件事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不能去日本旅遊 不能免簽 當然 車沒有免簽 就可以去申請簽證 但是 他不能免簽無非是想排除更多的旅客不讓他入境 如果一般的旅遊簽證他批不批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這引發了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 前陣子不少市民上網看到來回日本的機票價錢突然急跌 而且再看一看 發現在日本的櫻花旺季竟然不需要一千元來回 於是這班人就心動了 一心動就拍板了 不單止買了機票 而且還訂了酒店 日本的酒店退訂是很容易的 因為很多都是要你去到Reception 才付錢的 一般在網上按按鍵訂就不需要付錢 那個也較為方便 但是那張機票怎麼退就成問題了 到底現在可以退還是不可以退呢 這件事就考慮了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根據報導所說 日本方面將會暫停港澳免簽證入境的安排 到底他所說的免簽證 是只限港澳特區護照 或是包括BNO呢? 至於澳門旅客方面 有些人可能是首持歐盟的護照 到底他們又限不限制入境呢? 到底限制入境 是限出發地 還是限護照的持有人呢? 這件事真的要等今晚才揭曉 因為今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就會開完國家安全委員會 到期時他就會出來公布一切消息 以他的說法為準 但是有很多媒體已經收到封 反正特區護照就肯定不行 到底執行日期是甚麼時候呢? 具體會由3月9日至3月尾 但是會不會將這個安排延期呢? 就未曾知道 所以我就勸大家不要這麼快 再安排行程制 雖然日本的櫻花 就是開到5月尾 但是現在這麼大的不確定性下 無謂博 酒店可以取消 機票分分鐘就不行 要看這樣的政策 所以不要輕舉妄動 實際上我有些 香港的櫻花名所要介紹給大家聽 哈哈哈哈 香港有得拍的 這些人看櫻花都是去拍照的 無非是 當然 日本也可以穿和服影 香港也可以 但最好選擇平日去 不要人山人海的時候去 不要禮拜六日去 香港有哪些櫻花名所呢? 第一個訂方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大霧山的芙倫公園 在這裡種植了四十多棵櫻花 以規模來算 應該就是全香港最大的了 也是最能夠貼近日本的盛況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平日的時間出發 是不是? 假日去大霧山就愚蠢 你如果搭巴士 其實你也是照走的 那條路是 如果搭私家車還愚蠢 假日去基本上找不到位置拍的 因為現在每個星期都很多人 所以最好 有空無事就平日去 看看這個芙倫公園的盛況 到時候你喜歡怎樣拍都可以了 但最重要是不要手多多撕擠櫻花回家 別人就沒得看了 好了 第二個地方就是哪裏呢? 就是長洲關公廟的中義亭 我想這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種植了十多棵台灣的山鷹 在香港來算是規模相當大 所以如果攝影發燒油 或者有空無事本泥 就要去日本那裏 即是上鷹的現在沒得去 就可以去一下長洲的中義亭 不過也是那句 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話 都選擇一些平日的非繁忙時間 就不要特地選擇星期六日 整群人一起湧進去 肩膀撞肩膀 簡直是非常之勇氣的 第三個地方就是 就是這個張君澳的單車公園 這裡就種植了十多棵的中花櫻桃 如果它盛開的時候 也是不錯的 挺漂亮的 最後一個地方要介紹的就是中文大學 在中大能夠找到日本的何俊英 到底是何時引入的呢 原來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中大的日本研究系 為了紀念它們成立20周年 引入了這個品種 它其實開得很漂亮 一開出來的時候 它就綻放成一種很淡的粉紅色 你拍照就一流了 不過也是那句不要人山人海星期六日的時候去 當然如果大家說 最好不要去 這是對的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今年哪鬼島不要去 看什麼櫻花 留下年才看 是不是 人生流流腸 都不爭在這個朝夕 對不對 不過有些人就是報了名去參加日本的櫻花團去不到 我告訴他們 或者有些人平日也有空 你真的 在家真的悶到法方沒有工作 真的要找地方去 你可以去我常述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 如果你走上山的話 一定要有人陪同才好 不要自己一個人去 這些事情很危險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的消息 根據日本政府官方說法 中日兩國都各自有事要應付 所以習近平訪日的行程將會延後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就說 習近平對日本的國事訪問 將會安排在適合兩國的時候舉行 他推遲訪日的行程 不會影響兩國關係 稍後就會再安排訪日的確實日期 實情習近平延後的決定 都是不意外 是不是 習近平是非常謹慎的 有些相對高風險的地方 都找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探訪 習近平主席留在北京 所以他延遲訪日的決定 我想對中日來說 都是很合理的 至於在日本國內 其實都有非常強烈的反對聲音 就是關於習近平訪日 這些反對的聲音 不單是來自在野黨 而且還來自自民黨內部的保守派系 故此安排這個決定 其實都是向著這些聲音屈服了 而且根據日本媒體所說 所有已發行給中國和韓國旅客的簽證 將會全部無效 這個決定其實 應付了國內很大部分的反對聲音 就是要求加強入境的管制措施 所以他就逐步向著這些反對的聲音屈服 因為他就要完成所謂的三大公職 第一大的公職就是東京奧運 第二樣東西就是2025年的大阪世界博覽會 第三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2027年開通的中央新幹線 將會以池源浮列車來行駛 手段的中央新幹線就是由東京開到明古屋 只需要40分鐘 這三大政績 他就想著看完才下台 而且安倍晉三 我早前已經說過了 他在去年已經成為了 日本行憲以來就職時間最長的 內閣總理大臣就是首相 所以他還想繼續做下去 現在就迫著要向這些聲音屈服 本來他的聲勢也是一片大好的 沒有想過給現在中國搞一搞 所以新華社做了一篇文章叫什麼 《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 現在安倍也是多虧你不少 本來他還長做長有 安倍經濟學已經發展到第二階段 本來就是繼續在密羅緊固地 在搞他的基礎建設 在搞他的偉大的工程 現在讓你這樣搞一搞 隨時東京奧運也未必能搞成 而且政黨輪替也有之 最後就想說說關於深圳和廣州的航班 被發現有點異樣 今晚廣深兩地飛往浙江、杭州的航班 突然之間全部取消了 以公共安全的原因來取消 到底什麼是公共安全的原因 真是不得而知 除了飛往杭州的航班取消以外 原來飛往北京、上海、江蘇、南京等地的航班 都是大部分取消了 究竟搞什麼呢 真是不知道 因為你達區政府是無權過問 亦不會主動過問 所以目前的入境管制措施最好繼續做下去 千萬不要鬆懈 因為網上有些風聲傳出來 可能在三月中就會開始放寬了 千萬不要搞這些事 起碼要去到六、七月 完全無事無幹 天下太平 你才能開回羅湖關口 洛馬洲關口 不然 就真是不堪設想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